医院里,吴欣因为这件事情,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心理阴影,毕竟被折磨了几天时间,心里所承受的那种惊恐压力,几乎让他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好在韩三千的及时出现,才让吴欣寻回了一丝安全感,并不止于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但是,每当吴欣闭上眼的时候,被折磨的一幕,总是会不断地回荡在他脑海里,一旦出现墨语那张脸,吴欣便会因为害怕而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不过好在杨万玲找了一个人贴身照顾吴欣,在吴欣害怕的时候,他便会极尽温柔地在吴欣耳边说一些安慰的话,让吴欣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 可是当墨语出现在病房的那一刻,吴欣终于还是爆发了。 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吴欣满目惊恐,从病床上直接逃到了墙角,卷缩成一团,身体不停地颤抖。 看到这一幕,跟随墨语一起来的墨言商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得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才会让他有这种反应。 平时看起来乖巧无比的墨语,竟然还有这么凶狠残忍的一面,这是墨言商万万没有想到的。 还不跪下?墨言商历生对墨语说道, 只有让吴欣知道墨语是来道歉的,他的情绪才有可能会稳定下来,最直接简单易懂的方式,自然就是下跪。 要是换作以前,让墨家人下跪道歉,这是墨言商绝不允许看到的,因为这是丢了墨家的尊严。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墨言商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于墨语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而言,他自然也不愿意对一个普通的女人下跪, 可是爷爷这般严厉的语气,他知道自己要是不跪下,是不可能敷衍过去的。 你别害怕,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说完之后,墨语双息在无心面前跪下来。 无心余光看到这一幕,愣住了。 在他被关在别墅的几天时间里,墨语的态度非常嚣张狂妄, 甚至是一副随时都会杀了他的样子,丝毫不把一条鲜活的性命放在眼里。 可现在,他竟然给自己跪下了。 无心心里恐惧墨语,但是他知道,韩三千救了自己, 而墨语对他下跪,肯定也是因为韩三千的原因。 一想到,韩三千这三个字,无心的情绪就稳定了很多,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能够给他安全感的三个字。 为了表达墨家对你的歉意,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只要你能够原谅他,我墨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墨延商说道,想要什么? 无心没想过自己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什么被关着的几天里, 他只想逃离那个恶魔之地。 而现在,他已经离开了。 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就是他最想要的。 但是墨延商会说这番话,很显然是想用物质的东西来弥补他。 是韩三千让你们这么做的? 无心问道,墨延商并不否认,点着头说道, 不错,他要墨语在三天之内得到你的原谅。 所以,你想要什么,可以尽管提出来。 如果我不原谅呢? 无心表情突然间变了, 女人的报复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它能够让一个弱小的人瞬间变得强大起来。 无心此时的心态,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 他痛恨墨语,之前对他做的一切。 所以当他有了报仇的机会时, 所有的畏惧都转化成了力量。 察觉到无心的表情变化, 墨延商知道大事不妙。 如果无心没有打算轻易原谅墨语, 那么这件事情可就非常难办了。 你别给脸不要。 墨语咬牙切齿地说道, 给无心下跪已经是他突破自己底线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他感受到无心不接受的时候, 心底的脾气瞬间就上来了。 用墨语的想法来说, 就是本小姐已经给你跪下了。 你就应该理所应当地接受和原谅。 但是, 无心可不会这么想, 因为这几天他受到了太多的痛苦和心理折磨。 这就是你给我道歉的态度, 还想让我原谅你。 无心淡淡地说道, 墨延商知道墨语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火上浇油。 所以, 不得不对墨语提醒道, 你要是再胡闹下去, 谁也就不了你。 墨语心里一惊, 想到了韩三千之前说过的话, 如果三天之内没有得到无心的原谅, 那么, 三天之后, 韩三千再回墨家, 那时候会发生什么, 可就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了。 你脸上的伤, 是韩三千打的吗? 无心突然对墨语问道, 墨语低着头, 没有说话,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克制心里的愤怒。 但是, 谁也没有料到, 无心竟然会直接走到墨语的面前, 照着墨语脸上的红肿, 一个耳光重重地打下去。 本就腐肿的脸再次挨打, 对墨语来说, 那是伤口洒盐的感觉, 让他疼痛难忍。 刚准备破口大骂, 察觉到他动机的墨言伤, 抢话道, 忍不了也给我忍着, 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 墨语握着拳头, 抑制着自己的怒火。 身为墨家大小姐,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被一个穷的, 连优质香水都买不起的女生如此伤耳光, 而且, 他还一句怨言都不能有。 如果这样可以让你泄愤, 你尽管打吧。 墨言商说道, 无心道也是不客气, 墨言商话音刚落, 便接连几个耳光打在墨语脸上。 我早就告诉过你, 他会救我, 你不是说他是废物吗? 你怎么会对一个废物屈服呢? 无心曾无数次对墨语提到过韩三千, 只可惜墨语对韩三千的态度, 除了不屑就是吃笑, 甚至还在无心面前嘲笑韩三千如何的无能, 如何被韩家排斥, 这时候, 他终于能够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了。 墨语也没有想到, 韩三千会被墨言商这么看重, 以前他的确没有把韩三千放在眼里, 认为韩三千只是被韩家所抛弃的废物, 一个连自己家族都不要的人, 能有多大的能耐。 但现实狠狠地扇了墨语的耳光, 如果他不是这么看清韩三千的话, 也不至于会给自己招来这样的后果。 看着墨语被吴欣狠狠地践踏尊严, 墨言商心里也不太好受, 毕竟吴欣不是韩三千本尊, 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已, 在墨家面前如此放肆, 他本是完全没有这种资格的。 但是谁叫他身后还有一个韩三千呢? 所以, 墨言商即便有所不满, 也只能隐忍在心底。 你开条件吧, 这是一次改变你人生的机会, 你想要多少钱? 墨言商对吴欣问道, 他不信吴欣这样的女子能够拒金钱的诱惑, 所以, 解决这件事情的最好办法, 就是用钱。 吴欣是个普通的女生, 免不了俗地会因为金钱而迷失, 毕竟多数人的一生奔波, 都是为了钱这个字, 真正能够抵抗住钱的诱惑, 那是非常极端的少数。 一亿。 吴欣想, 也没想得说道, 虽然这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但既然, 这是墨言商主动提出来的, 他当然要一个天文数字。 行。 墨言商一口硬道。 一亿, 对普通人来说, 那是不敢想象的, 但是对于墨家来说, 却只是一笔小钱, 而且能够用一亿来解决墨家的麻烦, 这对墨言商来说, 是很容易接受的局面。 吴欣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 自己随口说出的一个惊人数字, 墨言商居然想也没有想得答应了。 这, 这是在做梦吗? 如果拥有了一亿, 吴欣根本不敢想象自己, 今后的生活会迎来, 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亿, 他再也不用上班, 看到漂亮的衣服, 再也不用偷摸去看吊牌价格。 那些他梦寐以求的名牌, 都可以带回家。 吴欣和多数女人一样, 对于名牌的追求, 是免不了俗的。 而想要拥有这些东西, 就需要很强的经济基础, 才能够做到。 以前的吴欣不敢想, 但是现在, 他似乎突然间就拥有这种能力了。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吴欣不敢置信地看着墨言商问道, 当然没有, 我会尽快让人和你接洽, 这笔钱会在三天之内汇计你的账户。 墨言商说道, 墨语看到吴欣不敢相信的表情, 心里又忍不住鄙视了起来, 果然是一个穷人, 这一点数目, 居然已经把他吓住了。 当墨言商把墨语带走之后, 吴欣还在发愣, 这种感觉比中了彩票还不真实。 咦, 那可是九位数啊。 吴欣银行卡上的数字, 从来没有超过六位数, 所以, 他实在难以想象九位数, 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拥有那一长串的数字, 将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爷爷, 真要给他那么多钱吗? 走出医院, 墨语满脸不屑地问道, 虽然疑意在他的概念里并不多, 可是给这种穷人, 心里难免有些接受不了。 能用这些钱解决你的麻烦, 你应该感到庆幸, 今后离他远点, 不然的话, 下次我就不了你。 墨言商叮嘱道, 之所以会说这番话, 是担心墨语会偷偷地找吴欣报复, 毕竟他这个孙女的脾气, 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一旦犯了糊涂, 墨家和韩三千的关系, 恐怕就迫进南园了。 爷爷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墨语说道, 哪怕心里有不服, 但也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还去找吴欣报仇, 除非他是一个傻子差不多。 同一时间, 韩三千接到了杨万琳的电话, 杨万琳派去照顾吴欣的人, 已经把医院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了, 所以他第一时间得通知韩三千, 当韩三千得知吴欣要嫁一役的时候, 忍不住笑了起来。 当然, 他知道这是吴欣随口说出的一个数字, 不过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拿到这笔钱之后, 他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生, 这也算是韩三千对他的补偿。 对了, 五级峰会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说完了吴欣的事情之后, 韩三千对杨万琳问道, 虽然官方暂时还没有通知, 但大概率已经确定了, 后天的比赛, 你的对手应该是一个叫重阳的人。 杨万琳说道, 这件事情对韩三千来说不意外, 以南宫柏林的能力, 他要操纵五级峰会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要是办不到, 才会让韩三千觉得奇怪。 擂台上, 不能杀人是吧? 韩三千问道, 杨万琳眼皮一跳, 赶紧说道, 这是大会规矩, 千万不能闹出人命。 韩三千一脸遗憾, 这就没办法让南宫柏林更深刻地认知到他的实力了。 南宫柏林亲自找来的人, 肯定是实力不俗的, 如果一招死在韩三千的手下, 那么南宫柏林肯定会放下身段。 只可惜, 对了, 你刚才说我的对手叫什么? 韩三千突然表情一变, 被杨万琳问道, 重阳, 你认识吗? 杨万琳说道, 重阳? 重阳? 韩三千目瞪口呆, 刚才他就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只是一时之间没有想起究竟是谁。 这重阳, 难道就是齐虎的师父? 齐虎曾对他说过, 在很小的时候, 他便跟随师父在山里修炼, 齐虎那一身横径都是撞术练出来的。 按照现在的时间, 齐虎应该刚上山不久, 没想到重阳就因为他的原因而下山了。 看来他的重生改变了太多的事情, 让许多曾发生的事情都改变了轨迹。 也不知道对齐虎来说,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们兄弟俩能够更早地见面, 可现在的齐虎却没有当年那么强悍。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这个人太厉害? 你不是对手? 杨万琳担忧地问道, 原本他对韩三千是非常有信心的。 在杨万琳的心目中, 韩三千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存在。 可是,在韩三千的语气里, 杨万琳感受到了震惊, 所以他不免怀疑韩三千是否认识这个人, 而这个人的实力又是否在韩三千之上。 没什么? 你能打听到重阳在哪吗? 韩三千问道, 这,我只能尽量试试, 毕竟现在只知道他的名字, 没有任何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杨万琳为难地说道, 仅凭一个名字想要查出他在哪, 这还是有些困难的, 但是韩三千有这方面的要求, 他肯定会尽力去做。 不用勉强, 反正后天就能够见着了, 用不着去打草惊蛇, 就这样吧。 说完, 韩三千挂了电话。 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重阳的身份, 但韩三千心里十有八九已经认定了这件事情, 而这注定了他和齐虎将会提前见面。 也就是说, 韩三千的重生又改变了一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对齐虎很有可能存在巨大影响, 毕竟当初齐虎下山, 已经到了习武大城的地步, 在世俗中已经算是一个高手。 而如今, 齐虎还只是一个孩子, 习武之事也不过是刚起步而已, 现在下山, 必然会影响到他在武道一途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 重阳是南宫柏林找来的, 如果他输掉了这场比赛, 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后果, 这也不是韩三千能够肯定的。 一旦南宫柏林翻脸不认人, 重阳恐怕会成为南宫柏林泄愤的宣泄口, 那时候, 齐虎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师父了。 怎么了? 一副哀声叹气的样子, 发生了什么? 施金来到客厅里, 正巧撞见韩三千叹气的时候, 所以不解地问道, 毕竟在他和韩三千接触的这段时间里, 韩三千很少会有这样的表现。 后天的比赛已经确定了, 南宫柏林安排了一位室外高手。 韩三千说道, 韩三千这么说, 在街上刚才叹气的状态, 这不禁让施金担忧了起来, 问道, 室外高手, 非常厉害吗? 韩三千想了想, 对于以前的他来说, 的确是挺厉害的, 想当初他上山时的身手, 的确不是重阳的对手。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以韩三千的实力, 重阳这样的角色根本就不值一提。 还行吧? 韩三千勉强给出了一个评价。 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听到韩三千这么说, 施金能感受出他对这场比赛的信心, 所以他更加奇怪, 韩三千为什么要叹气。 我不是为自己担心, 而是为了一个朋友,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对他的人生造成多大影响。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恐怕只有我去帮他做一些改变了。 韩三千说道, 他不是特别愿意为了改变而改变这个世界, 但骑虎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骑虎的前途被南宫柏林摧毁。 若有必要, 或许他就只能亲自当骑虎的师傅了。 有你在, 即便会对你的朋友造成影响, 你想要改变他, 也很简单, 没什么值得担心的。 施金劝慰道, 韩三千笑了笑, 这话说得有道理, 凭借他如今的能力, 他出面保护骑虎, 骑虎绝不可能有意外, 而且骑虎的前途, 他也能够随随便便地改变。 妈, 刚才杨万玲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 墨家人已经去医院和无心碰面了。 韩三千笑着对施金说道, 一听这件事情, 施金瞬间来了兴趣, 赶紧坐到了韩三千的身边, 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 无心开出什么条件了吗? 你猜猜看, 韩三千卖关子道, 施金瞪了一眼, 韩三千说道, 你疲痒了是吧, 还敢跟我卖关子? 韩三千一副无奈的样子, 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猜的价格吧, 他开价了, 而且墨家也答应了, 这倒是有点出乎施金的预料, 在他看来, 无心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到这一点, 真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我还担心他不会想到这种事情呢, 既然墨言商已经答应了, 看样子, 应该有几百万吧。 施金说道, 韩三千摇着头, 说道, 补偿的事情, 是墨言商主动提出来让他开价的, 不过虽然不是他提起, 但他开的价格却让人出乎意料, 几百万还不够, 难道是一千万? 施金说道, 韩三千继续摇头, 也不说话, 面带笑意地看着施金, 多还是少了? 施金疑惑道, 少了, 韩三千说道, 一千万居然还少了, 对于豪门来说, 这点钱的却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于吴欣这种普通女孩子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高了, 他既然是主动开价, 又能开到哪里去呢? 难不成还是两千万, 他没这胆子吧? 施金说道, 一亿, 一亿, 施金惊呼出声, 这个天文数字, 差点把他吓坏了, 一个普通人而已, 竟然敢这般狮子大开口, 这是常人根本就不敢去想象的数字啊,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他真敢开口一个亿, 施金问道, 当然没有, 不过我也有点意外, 他是怎么开价到这个数目点, 不过墨延商已经答应了, 他现在也算是亿万富翁了, 韩三千说道, 施金长叙了一口气, 这真是一句话, 就改变了一生啊, 对于吴欣这种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来说, 忽然拥有一亿的财富, 他的一生将会被这笔钱彻底改变, 这是好事, 有可能也是坏事, 施金脸上突然露出了担心, 这么大一笔财富从天而降, 吴欣做一个普通人, 究竟还能不能保持平常心, 一旦他陷入了那种突然报复的消费当中, 就算手握一亿, 他也会堕落, 而且一亿, 不见得能够让他一生衣食无忧, 这就不是我们能关心的事情了, 我给他的补偿已经到位, 接下来他的选择, 便不是我们能干涉的, 韩三千说道, 施金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他自己因金钱而堕落, 这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只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好姑娘, 施金实在是怕他因为这笔钱而彻底变了样, 我已经可以遇见他第一件事情, 应该会买房, 而且还不便宜, 接下来他还会痴迷上奢侈品, 这或许就是一条灭亡之路, 施金苦笑着说道, 吴欣没有赚取财富的能力, 所以他只能坐吃山空, 如果真的出现了他所说的这种情况, 那么吴欣迟早会毁在这笔钱上, 韩三千没有说话, 如他所说, 吴欣已经不是他应该去关心的人, 有这时间, 还不如想想后天在擂台上究竟怎么和重阳打, 是给重阳留点面子, 还是用最快的速度结束战斗, 让南宫柏林能够深切感受到他的强大, 我现在还不认识重阳, 应该用不着给面子了吧, 韩三千想了很久, 脸上露出了坏坏的笑容, 师傅, 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吗? 师傅, 这里的山真高啊! 师傅师傅, 这些盒子是什么? 怎么跑得这么快? 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骑虎来说, 山下的一切都显得特别的新奇, 他把高楼当作山峰, 把汽车形容为盒子, 重阳一脸嫌弃地看着骑虎, 就他说的这些话, 重阳差点不想认这个徒弟, 太没世面, 太丢脸, 这些话, 要是被别人听了去, 还不得笑掉大牙。 师傅, 你为什么不理我? 骑虎蹦蹦跳跳, 但是却发现重阳没有搭理自己。 重阳叹了口气, 骑虎没有见识, 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山里, 而且被他说为徒弟之后, 又是带进了深山, 对于城市里的一切, 他不懂也是正常的。 身为师傅, 虽然嫌弃, 但这时候也只能给骑虎耐心的解释, 这些可不是山, 是高楼大厦, 跑得快的也不叫盒子, 是汽车。 高楼大厦, 汽车。 骑虎默念了一遍, 似乎是要把这些新鲜的词汇铭记在心里。 那这里有好吃的吗? 骑虎问道, 当然, 有很多你没见过的好吃的, 等师傅见了朋友之后, 再带你去尝尝。 重阳说道, 听到这话, 骑虎兴奋地蹦了起来, 对于他这种吃货来说, 能够吃东西, 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钟长秋把两人带到了南宫柏林所在的酒店。 虽然重阳和南宫柏林属于朋友关系, 但是鉴于南宫柏林的身份, 重阳还是有些畏惧的, 他一只手能够搅动世界经济,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来到酒店房间, 骑虎被命令在门口等着, 重阳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没想到你竟然能这么轻易地找到我, 看来这么些年, 你没有放过我的打算啊。 看到南宫柏林之后, 重阳一脸苦笑地说道, 你既然答应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我当然要清楚你的行踪, 否则的话, 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又上哪找你呢? 南宫柏林淡淡地说道, 你身边高手如云, 什么样的人找不到, 非要我才能办到吗? 重阳无奈地说道, 你欠我的, 正好有机会让你还上。 难道你还不开心? 南宫柏林问道, 说吧, 要对付什么人, 什么背景? 说再多, 也是南宫柏林有理, 所以, 重阳不打算继续浪费唇舌, 直接进入主题, 尽早帮南宫柏林解决了问题, 他也能够尽快地回到山里, 对骑虎进行训练。 一个叫, 韩三千的孩子, 今年只有十四岁, 南宫柏林说道, 十四岁? 重阳一脸错愕, 这么一个小角色? 南宫柏林竟然会千里迢迢地找打他, 让他出面,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 这样的人, 居然值得你浪费时间去找我, 对你来说, 不是轻而易举, 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重阳说道, 我知道, 你会小看他, 但是, 我告诉你另一件事情, 你或许就不会这么想了。 什么事情? 他和天启有很深的关系, 甚至有可能是天启的核心人物。 南宫柏林说道, 听到这句话, 重阳直接摆手摇头, 说道, 不可能, 他才十四岁, 怎么可能是天启的核心人物? 你要知道, 能够成为天启的核心人物, 至少需要, 添自己的实力才行, 他在这个年纪, 绝对不可能做到。 如果他真的是呢? 南宫柏林问道, 没有可能, 我敢拿自己的性命赌, 他肯定是骗人的。 重阳说道, 他之所以会这么笃定, 是因为他对天启非常了解, 也知道想要成为天自己的强者, 需要何等实力。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哪怕他天赋一饼, 也绝不可能达到天自己强者的实力。 重阳,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你对天启只是了解一些皮毛而已, 可是看你现在的态度, 你知道的, 并不少啊。 南宫柏林脸上, 突然露出了一抹冷意。 重阳心里一惊, 南宫柏林一直在追求找到天启所在地这件事情, 而重阳也一直在他面前隐瞒自己对天启的了解, 没想到一时没忍住, 居然露出了马脚。 我知道的, 已经都告诉你了, 之所以我能这么肯定, 是因为他太年轻, 你也知道天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难道真的认为一个孩子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重阳说道, 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不知道, 但是在五级峰会上的表现, 他却是非常惊人的。 想必再来的路上, 你已经问过钟长秋了吧? 南宫柏林说道, 对于五级峰会的比赛, 重阳的确在钟长秋嘴里有过一些了解, 但是在他看来, 这恐怕是某个家族在背后推动这件事情, 那个叫韩三千的小家伙, 很有可能只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 燕京各大家族之间的纷争不断, 这件事情, 恐怕是有人刻意为之, 毕竟五级峰会早已不是当年那么纯粹了, 要安排几场经验的比赛, 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 重阳说道,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理由, 我需要你帮我验证这件事情。 南宫柏林说道, 重阳其实心里非常不解, 南宫柏林这么做, 完全就是多此一举, 他大可以有其他的办法去证明, 为什么偏偏要大老远地找自己呢? 当然, 重阳并不知道的是, 韩三千了解一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才会让南宫柏林有所忌惮。 比如说, 南宫家族, 韩三千根本就不应该知道这个家族的存在, 可是他在钟长秋的面前, 却表现出了对南宫家族非常熟悉的样子, 这就不得不让南宫柏林有更多的考虑和顾忌。 更重要的是, 他好像还非常熟悉自己, 这是更加让南宫柏林忌惮的。 行, 我也不管你找我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是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就互不相欠了。 重阳说道, 既来之则安之, 他懒得去了解南宫柏林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还了这份情, 他和南宫柏林之间的关系就断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绝不会再找你。 南宫柏林说道, 重阳走后, 钟长秋进了房间, 这家伙果然知道的事情不少, 以前一直瞒着我, 这一次才露出马脚。 南宫柏林的眼神冰冷无比, 而且充斥着一股杀意。 他对于天启的执着, 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也就只有钟长秋这位贴身心腹才知道, 南宫柏林为了能找到天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对于南宫柏林来说, 任何有关天启的事情, 他都会想方设法地知道。 既然重阳有所隐瞒, 他绝不会轻易地放过重阳。 虽然嘴里说,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他不会再找重阳, 但是他内心压根就没有想过放过重阳。 家主, 你打算怎么做? 钟长秋问道, 实在不得已, 等到明天之后, 把他扔去地心。 南宫柏林说道, 那个小徒弟呢? 这种事情, 还需要我告诉你吗? 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南宫柏林赤声道, 是, 离开酒店之后的重阳, 眼皮直跳, 莫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骑虎则是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开开心心地等着师父带他去吃好吃的。 师父, 我们现在去吃什么? 骑虎迫不及待地问道, 吃吃吃, 除了吃, 你还能干什么? 重阳瞪着骑虎说道, 骑虎早就已经习惯了重阳的性情多变, 所以老老实实地闭嘴。 妈的, 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南宫柏林这家伙, 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重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和这些心机深层的人打交道, 对他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事情, 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卷套万劫不复, 这也是为什么重阳会选择隐居山野的原因。 师父, 你这么厉害, 难道还要怕他吗? 骑虎不解地问道, 老子要是天下无敌, 当然不会怕他, 只可惜还没有强到那种地步。 重阳无奈地说道, 在骑虎眼里,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但只有重阳自己才知道, 他虽然小有成就, 但也仅仅是小有而已, 跟真正的强者比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除非能够达到天启天自己的那种实力, 或许才不会畏惧南宫柏林。 想到天自己, 重阳又想到了韩三千, 这么一个十四岁的小鬼头, 居然这么能吹牛, 说自己是天启的核心人物, 而南宫柏林居然还有些相信他的意思, 这也太扯淡了。 当然, 南宫柏林不可能轻易相信这件事情, 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只是他还没有告诉自己而已, 这也是重阳心有不祥预感的原因。 骑虎, 你记住, 要是有什么危险, 你就跑, 头也不回地跑, 明白了吗? 重阳对骑虎说道, 这次的事情能不能顺利结束, 重阳心里没数, 所以他只能先提醒一下骑虎。 骑虎没太明白重阳的意思, 但还是点了点头, 对于他来说, 不懂的事情, 点头就行了, 要是让师父多解释几句, 一旦不耐烦了, 肯定又得遭受皮肉之苦。 韩三千方面, 对于明天的比赛, 他没有一点期待, 因为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重阳打得过的,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反倒是他很期待和骑虎见面, 毕竟在曾经, 他们也是兄弟一般的存在, 虽然现在重回一世, 而且骑虎也记不得他了, 但是在韩三千的心里, 同样是把骑虎当作兄弟对待的。 这是除了七云之外, 韩三千众生见到的,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入夜。 韩三千有些难以入眠, 满脑子都想着曾经和骑虎碰面的事情, 想当初, 骑虎就像是一个傻子, 对于城市里的任何事情, 都一窍不通, 像是一个白痴一般, 也不知道这一次他来燕京, 会不会是同样的表现。 想到当初的往事, 韩三千就会忍不住露出笑意。 那时候的骑虎, 不认得汽车, 不认得楼房, 可把他和刀十二乐坏了。 想到这些往事, 韩三千越发清醒, 刀十二对他来说, 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兄弟。 在全场跟刀十二认识, 两人算是不打不相识, 而且刀十二给他的帮助, 也是非常大的。 当年深入地心, 刀十二也是毫不犹豫地 跟他一起舍身犯险。 也不知道如今的刀十二在干什么。 太多的事情, 让韩三千去回忆和回味。 而这些重要的人物, 韩三千回到云城之后, 都会一一寻回, 让他们重新出现在自己身边, 依旧会兄弟相称。 一夜很快就在回忆当中度过了, 韩三千虽然没有闭眼, 但是精神却一点不差, 而且心潮澎湃。 他现在想要尽快地 解决了燕京的事情, 然后回到云城, 和那些曾经的兄弟一一碰面。 而且, 按照现在的时间, 韩三千还可以改变墨洋的命运, 只要他不经盆洗手, 就不会成为小卖部的老板, 而他的老婆也就不会出现意外。 以前的韩三千, 不想去改变这一世的事情, 但现在, 他却迫不及待地想要这么做, 因为只有改变, 才能弥补那些不应该出现的遗憾。 这么早就起了, 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 刚走出房间, 韩三千就碰到了正在做早饭的诗经。 由于今天有比赛, 所以, 诗经希望韩三千能够多休息一下, 却没想到他这么早就起床了。 一夜没睡, 想到了太多的事情。 韩三千笑着说道, 怎么回事, 你今天还得上擂台, 怎么能不睡觉呢? 诗经顿时担心了起来, 他怕韩三千没有休息会影响竞技状态。 妈, 你放心吧, 睡不睡觉? 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区别。 韩三千说道, 他在轩辕世界, 可是神境强者, 已经带了不需要睡觉的境界, 之所以, 还保留凡人的生活习惯。 完全是因为, 韩三千不想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静说些胡话, 人怎么能不睡觉呢? 诗经说道, 人? 韩三千想了想, 现在的他, 究竟是人, 还是神呢? 前者还是占着更大的概率, 毕竟真正的神, 要去到轩辕世界之上的空间才行, 只有那个强者空间, 才可以被称之为真正的神。 不过想要去那里, 摆在韩三千面前还有一道坎, 玲珑。 吃过早饭之后, 韩三千和诗经两人, 便出门来到了五级峰会的会场。 这是韩三千第三次来这个地方, 已经显得轻车熟路, 但是有很大不同的是, 第一次来这里的韩三千, 还岌岌无名, 即便有人认识他, 也只是把他当作韩家的废物小少爷。 而如今, 经过两场比赛, 韩三千名声大噪, 不再有人把他当作废物, 甚至不少的武道中人, 看向韩三千的目光, 都充满了崇拜。 毕竟韩三千将最有望夺冠的颜冰峰, 都打进了医院。 这对于整个参加五级峰会的人来说, 都是一件值得细细品味的事情。 能够赞成夺冠热门, 不就代表他也夺冠热门之一吗? 刚到现场不久, 一个年迈的老人, 带着一群弟子出现在韩三千两人面前。 不过看他和善的表情, 并不是来挑逝的。 你好, 我叫王网年, 是风陵馆的馆主。 王网年的自我介绍很简单, 而且, 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笑意, 也是很温和。 风陵馆在燕京舞蹈界, 也算是比较知名的存在。 当年的王网年, 更是拿过五级峰会的冠军, 只可惜, 近年来手下弟子实在是不成才, 所以风陵馆已经有了日渐没落的迹象,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韩三千面前, 就是看中了韩三千的身手, 希望韩三千能够加入风陵馆, 从而让风陵馆挽回颓势。 韩三千知道他的来意, 而对他来说, 加入任何舞馆都是不做考虑的事情,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的道理, 韩三千还是明白的, 所以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排斥。 王网主你好。 韩三千说道, 见韩三千态度谦和, 往往年笑了起来, 他本以为韩三千是个非常高冷的人物, 毕竟在他这个年纪能够拥有这样的伸手, 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而一些天赋异禀之人, 有一些不好的脾气,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韩三千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让王网年有些意外。 想必韩少爷也知道我, 为什么而来, 我就不废话了。 我希望韩少爷能够加入风陵馆, 王网年没有拐弯抹角, 毕竟他也知道, 韩三千能猜到他的目的, 多说废话, 反而是落了下诚。 韩三千点了点头, 说道, 王网主, 我目前没有任何想法, 要加入任何舞蹈馆, 希望王网主能够理解。 这是王网年心里预料到的答案, 但是亲口听韩三千这么说, 心里不免还是有些失落, 毕竟, 韩三千这样的高手人物, 要是能够加入风陵馆, 带来的好处, 可是无法想象的。 唉, 王网年叹了口气, 说道, 韩少爷, 我知道风陵馆不可能入得了你的法眼,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肯加入, 风陵馆肯定会尽最大努力给你想要的, 希望你能够好好地考虑一下。 王网年, 就在这时, 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一个和王网年差不多岁数的人走了过来, 同样身后带着一帮弟子, 很显然这也是某位舞蹈馆的馆主, 而且看他的样子, 恐怕和王网年多有不和。 王网年, 你不会是想让韩少爷加入你的风陵馆吧? 你也不看看风陵馆, 现在是个什么破样, 就连场馆都漏雨漏风了吧? 那人语气讥讽地说道, 王网年脸色阴沉, 这是一个多年的对手, 同为燕京舞蹈馆, 彼此之间有竞争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但是这个人的手段向来不干净, 而且还给王网年使过半, 导致两家妓院已久, 但是由于风陵馆比不过对方, 所以多数时候, 王网年只能够忍气吞声。 我要做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王网年冷声道, 怎么没有关系? 我可不想看到, 韩少爷这样的顶尖人才, 加入你的破舞蹈馆。 那人笑着说道, 韩三千能够看出这两人之间的火药味, 虽然他们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但韩三千绝不愿意卷入这场纷争当中, 他还想尽快解决了燕京的事情, 稳定燕京局面之后去云城呢, 可不能再给自己添麻烦。 你们二位慢慢聊, 我先走了。 韩三千说完这句话之后, 便带着诗经离开了。 走在韩三千身边, 诗经小声地说道, 看来有很多舞蹈馆希望你加入啊, 他们不是希望我加入, 而是不想看到, 我加入别的舞蹈馆,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韩三千笑着说道, 每个舞蹈馆, 其馆主几乎就是整个舞蹈馆实力的巅峰, 这也是那些馆主能够存在的原因, 谁又愿意真正地请一位高手回去呢? 这不仅是镇压了舞馆, 更是镇压了那些馆主本身,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就绝对不愿意请一尊佛回去压在自己头上。 但是现在的情况, 他们更加不愿意看到别的舞馆, 把韩三千这尊佛请回家, 所以才会迫不得已地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 诗经没有韩三千理解得这么透彻, 所以在他看来, 韩三千这番话他是不懂的。 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是一家之主, 你会请一个能力比你更强地回家吗? 韩三千笑着说道, 诗经想了想, 很果断地摇头, 一家之主的威严就是在与子最强, 请一个更强的人回家, 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有时候我真怀疑, 你是怎么懂这些事情的? 诗经无奈地苦笑着, 对他来说, 韩三千想得越是透彻, 就越是成熟, 可是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拥有这么成熟的心思呢? 没办法, 不懂我不早就完蛋了吗? 韩三千说道, 现在的他, 比起当年的14岁懂得更多, 但是韩三千却不认为当年的他只是一个孩子, 因为在另一个14岁的岁月里, 他同样已经有了心机成腐。 诗经没有说话, 他明白韩三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的确, 要是他什么都不懂, 在韩家受尽压迫, 又怎么可能会有现在这样的成就呢? 韩三千来了? 是韩三千, 他终于来了。 男神啊, 这可是我的新男神。 当韩三千一走进会场的时候, 看台上不少观众便沸腾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 韩三千有些呆了, 虽然看台上的人他不认识, 但是这种情况, 却让他感觉非常熟悉, 当初颜冰峰出现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的人, 万众瞩目。 那些女人的眼神, 恨不得把颜冰峰给吃了。 而现在, 颜冰峰的待遇, 似乎已经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些人, 不会是颜冰峰以前的粉丝吧? 他们变得也太快了。 韩三千哭笑不得地说道, 这种粉丝效应, 未免也太不坚固了, 说变就变。 上一场比赛, 他们可还嚷嚷着颜冰峰的名字呢。 面对这种情况, 诗经喜笑颜开, 几乎已经藏不住自己的笑容了。 他倒是很喜欢这些人, 把韩三千当作偶像, 只不定, 还能在这群女生里, 找到自己的儿媳妇呢。 怎么? 难道, 你不高兴吗? 诗经问道, 韩三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摇了摇头, 说道,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难道我需要他们的加油声, 才能赢得比赛吗? 诗经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 韩三千懂得很多, 什么都好, 就是太不解风情。 这些女人的加油呐喊, 对于男人来说, 那得是多兴奋的事情, 可他却是一副无感的样子。 我看你这辈子, 只能打光棍了。 诗经无语地说道, 就他这种状态, 想要找到一个女朋友, 除非对方心眼下。 打光棍? 对韩三千来说, 这可是不存在的事情, 毕竟他未来老婆已经有人选了, 而且他们在曾经还结过婚。 妈, 这话你可说错了, 我的媳妇肯定是最漂亮的。 韩三千笑着道, 诗经撇了撇嘴, 当然, 这只是表面上不屑, 但内心里, 他同样是这么认为的, 不漂亮, 又怎么可能配得上他这么优秀的儿子呢? 韩三千, 我爱你。 韩三千, 你是我的偶像, 我能嫁给你吗? 看台上, 那些女人开始起哄, 争相对韩三千表露自己的心思。 韩三千一震头大, 上一世桃花已经够多了, 没想到, 这一世竟然更加严重, 他甚至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不是一棵桃树, 否则的话, 哪来这么多花出现在自己身边? 相反, 诗经却是在韩三千头大的时候, 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对他来说, 是一件值得炫耀和骄傲的事情, 只可惜, 离开韩家之后, 他和那些朋友也断了联系, 想要炫耀现在也找不到人了。 就在这时候, 一老一少出现在会场, 他们身边没有跟着任何人, 但是韩三千却一眼就发现了他们。 重阳更年轻, 而骑虎更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但韩三千仅须一眼就认出了他们。 相比起成年后的骑虎, 现在的骑虎个子略显娇小, 但是与同龄人相比, 还是要壮硕许多。 这时候, 诗经发现了一个问题, 看到女人都不会露出笑意的韩三千, 这时候, 竟然笑了。 而他看向的地方, 就是那一老一少。 诗经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说这儿子, 还有特殊的癖好, 他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所以才会对一个男孩, 露出这样诡异的笑容。 就这么一个想法, 差点让诗经的心里崩溃了。 虽然人人都有追求自己所爱的权利, 但是爱得这么特殊, 实在是诗经无法接受的事情。 三千, 你笑什么呢? 诗经忍不住问道, 没什么, 我看到今天的对手了。 韩三千说道, 对手, 你是说那个小男孩? 诗经疑惑道, 不, 是那个大人, 他就是崇洋, 身手很不俗, 他身边的小男孩, 是他的徒弟齐虎。 韩三千解释道, 对于对手信息了解, 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所以诗经也没有多想, 但是, 韩三千看向骑虎的眼神, 却让诗经不得不担心。 儿子, 你跟那个小男孩, 认识吗? 诗经问道, 现在还不认识, 不过以后, 我们会成为很好的兄弟。 韩三千情不自禁地说道, 兄弟, 诗经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情侣, 什么都好说。 韩三千不知道, 诗经脑子里的奇怪想法, 要是让他知道了, 估计会被诗经这个疯狂的想法吓唤。 这时候, 人流之中, 又一个让韩三千瞩目的人出现了, 他打扮得非常低调, 而且, 身边没有跟着任何人, 看起来平平无奇, 甚至扔在人群之中, 他就是最普通的那一个, 但是韩三千却清楚地认得, 这个人, 就是南宫柏林。 他低调出现, 是想要看看, 韩三千在擂台上的表现, 但是他绝对预料不到韩三千已经认出他了。 身为南宫家主, 南宫柏林对于自己的身份信息保护得非常好, 整个世界上, 除了南宫家族的人, 真正知道他模样的, 绝对不会超过十个。 南宫柏林来了, 韩三千说道, 诗经厅韩三千给他形容过南宫柏林有多厉害,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物, 他是非常好奇的, 一听韩三千这么说, 赶紧打听到, 在哪? 不用急, 等比赛结束之后, 他会出现在我面前, 那时候, 你能更清楚地看清他。 韩三千说道, 诗经点了点头, 也就不再多问。 距离比赛开始前十分钟,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已经到场了, 燕京每一个世家, 每一个舞蹈馆都没有缺席, 就连南宫千秋都来了, 足以见得这场比赛有多么的瞩目。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一场比赛是专门针对韩三千来的, 他的对手, 必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所以他们想看看, 韩三千究竟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 当然, 这其中还有一部分人, 是知道崇阳身份的, 他们清楚崇阳的身手, 所以对于结果更加好奇。 曾经的崇阳, 也算是舞蹈界一位非常有名的大人物, 因挑战无数舞蹈馆而成名, 身手自然不在话下。 传言崇阳已经退隐江湖, 而这一次再次出山, 不仅让那些人想看看崇阳的身手, 他们更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让崇阳出山。 师父, 好多人, 你不会给我丢脸吧? 骑虎看着这种大场面, 突然说了一句, 让崇阳几乎那出血的话。 崇阳一巴掌拍在骑虎头上, 说道, 老子等会儿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强者? 在骑虎心目中, 师父肯定是最强的, 他说这些话, 也就是故意刺激一下崇阳, 算是对他的一个小小抱负, 毕竟在山里的时候, 他可是经常吃不上饭的, 难免会对崇阳有些怨念。 终于, 到了比赛快要开始的前两分钟, 韩三千率先登台, 而他的出场, 立马就引起了看台上的一阵欢呼,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生, 是从严冰峰那边转移而来的粉丝, 这种情况让韩三千非常无语, 毕竟他也不是走偶像路线的人, 这些欢呼反而会让他非常反感。 至于那些舞蹈界的内行人, 他们大多对这场比赛不太看好, 韩三千虽然赢了严冰峰, 但实际上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严冰峰毕竟也只是一个新人而已, 但是韩三千今天的对手却不一样, 是早就在舞蹈界赫赫有名的崇洋, 而且曾经连战十多个舞蹈馆出名, 他的实力和韩三千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竟然会让崇洋出山, 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按照崇洋的资历, 他是没有资格参加舞级峰会的,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人, 能量不简单啊。 舞级峰会, 除了是各大舞蹈馆和商界家族的比拼,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舞蹈界新星, 所以能够参加的人, 必然都是各大舞蹈馆和家族培养出来的新人, 所以才会说崇洋没有资格参加, 而这场比赛的确体现出了不公平, 但是又有谁会在意呢? 崇洋的出现是紧针对韩三千的, 只要把韩三千打下擂台, 崇洋就不会参加其他的比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对其他人有利的, 所以即便是出现这种不公平的情况, 也没有人会去反驳什么。 他们乐意看到, 韩三千输掉比赛, 失去参加比赛的资格。 爷爷, 韩三千能赢吗? 看台上, 杨斌也亲自出场了, 前两场比赛, 他都是在家里等消息, 但是今天他却忍不了, 因为他也是听过崇洋这个名字的, 而且, 宋云对崇洋也颇为熟悉, 所以这场比赛, 对杨家来说至关重要, 他没有耐心在家里等着。 针对这个问题, 杨斌和宋云深入探讨过, 但是宋云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 因为他认识的是曾经的崇洋, 而现在的崇洋实力究竟有了多大的提升, 这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他无法去判断比赛的结果。 看下去就知道了, 他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和奇迹, 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杨斌说道, 同时, 另一方面的南宫千秋, 则是咬牙切齿地希望韩三千输, 只有韩三千输了, 他才能够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奶奶, 你让他直接把韩三千打死吧。 韩军说道, 南宫千秋也想, 只可惜五级峰会的规矩是不能闹出人命的, 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去命令崇洋, 就算不死, 他也会残废, 等他残废了, 自然没有能力跟你争, 你放心吧。 南宫千秋说道, 韩军眼神有着不服年龄的恶毒, 而且还是面对自己的亲弟弟起了杀心, 不得不说, 他受南宫千秋的影响实在太大。 当然, 这其中, 也有一部分韩军对韩三千的惧怕, 因为韩三千现在的表现实在太过优秀, 而他又一直都把韩三千当作废物, 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 唯有韩三千的死, 才能够让他安心。 崇洋登场, 没有表现出高手的气质和风范, 反而是有些懒散的意味, 因为面对韩三千这种小屁孩, 他实在很难拿出自己的底气。 就算赢了比赛, 也是以大欺小, 没有半点自豪感可言。 小家伙, 你怎么会得罪这么厉害的人呢? 崇洋无奈地对韩三千说道, 他要是没有得罪南宫柏林, 也就不会有这场比赛的存在了。 你是说南宫柏林吗? 我知道他很厉害, 但是我从没把他放在眼里。 韩三千淡淡地说道, 不把南宫柏林放在眼里。 这小家伙可真是口出狂言的, 哪怕是崇洋这种人, 也会南宫柏林的身份感到畏惧。 你还真是不知者无畏,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崇洋说道, 南宫家族的家主, 掌控世界经济大权的人, 一人可汉国。 韩三千说道, 崇洋皱起了眉头, 他本以为韩三千不知道南宫柏林的厉害, 所以才敢招惹南宫柏林, 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了解。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作死呢? 难不成, 他真的不把南宫柏林放在眼里? 这怎么可能? 南宫柏林是什么人, 那几乎是站在世界巅峰的人物, 他随随便便一个小动作, 就能够搅得整个烟睛风起云涌, 更何况是韩三千这么一个小人物呢? 你还真是作死, 明知道是铜墙铁壁, 还往上撞。 崇洋说道, 韩三千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铜墙铁壁吗? 对于以前的他来说, 南宫柏林确实值得畏惧, 可现在的韩三千, 好用得着把谁放在眼里吗? 他? 韩三千转头, 看向南宫柏林的方向, 说道, 铜墙铁壁。 你也太高看他了。 南宫柏林察觉到韩三千的视线之后, 心里一惊, 他的身份, 整个场馆内, 除了南宫千秋和崇洋之道之外, 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但是韩三千这么直勾勾的眼神, 很显然是认识他。 这让南宫柏林感觉不可思议, 他知道南宫家族的秘密, 甚至是地心, 这些南宫柏林都可以接受, 但他, 为什么能够认得自己? 这一刻, 南宫柏林心里莫名有些发寒, 他终于认识到了韩三千不简单的地方, 因为想要知道他的容貌, 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说明韩三千对南宫家族的了解,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深。 南宫柏林深吸了一口气, 用嘴形对韩三千说道, 我等你。 韩三千笑了笑, 转头对崇洋说道, 对不起, 我有点急事, 可能要提前让你下台了。 崇洋紧皱着眉头, 这小家伙真是狂妄到无边无际, 让他提前下台, 这是吃定他的意思了吗? 正当崇洋准备反驳韩三千的时候, 韩三千已经做出了叙事的动作, 身体微微下蹲, 随时都能够出击。 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你这样的年轻人, 还是要多吃点亏才行。 崇洋赤笑着说道, 他并没有把韩三千放在眼里, 从头到尾都是如此, 因为对于武道的理解, 崇洋已经超乎常人, 他非常清楚在武道这件事情上岁月的累计有多么重要。 而韩三千终究只是一个孩子, 哪怕他天赋异禀, 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实力也会存在一定的上限。 而这种上限, 绝对不会超过他的实力。 两人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看台所有人在这一刻, 几乎都屏住了呼吸。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场比赛的非常关键的, 除了能够见识到崇洋这位隐退江湖的高手之外, 还能看看韩三千的实力巅峰究竟在什么程度。 加油! 偶像加油! 打倒他! 打倒他! 那些冲着韩三千来的女生, 再度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声音浪潮。 他们把韩三千当作偶像, 自然希望韩三千能够在擂台上大显身手。 诗经在这时候也是紧张地握起了拳头。 虽然韩三千在家里的时候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自信, 但是他知道, 擂台上这个对手是南宫柏林找来的, 以南宫柏林的地位, 他绝不可能随随便便找个炮灰出现。 而且, 韩三千也说了, 这个叫崇洋的人是个非常厉害的高手, 这边不得不让诗经紧张。 儿子, 你可千万别说啊, 不然的话,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了。 自言自语地说出这番话之后, 诗经看向了南宫千秋的方向。 只见南宫千秋脸上带着淡淡的猙獰, 诗经知道, 他此时内心的想法, 肯定是希望韩三千输, 因为只有韩三千输了, 他才能够宣泄自己心里的不满, 才能够继续认定自己的选择。 就在所有人都期待尽快见到结果的时候, 让全场寂静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韩三千的拳头抵在崇洋的胸膛, 这一刻似乎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一般。 崇洋没有任何动弹, 而韩三千也势力在原地, 没有发动第二次攻击。 但是很快, 崇洋的瞳孔变得血红了起来, 似乎是因为冲血而导致的。 而韩三千也在这时候收回了手, 双手复后就这么站在崇洋面前。 在那些武道中人的眼里, 韩三千这么做破绽打开, 正是崇洋还击的最佳时机。 可奇怪的是, 崇洋竟然一动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啊? 崇洋为什么没有反击? 这可是他还击的大好机会, 韩三千根本就没有防守。 怎么都愣住了呢? 什么情况? 看台上的所有人, 无意不是带着疑惑的表情, 压根就看不懂眼前的情况, 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擂台, 这可是大战之处, 为什么台上两人都像是被点了穴道一样? 外人看不懂这种情况,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崇洋却非常清楚, 韩三千刚才的一拳, 几乎快要击碎他的心脏, 喉咙不停有血腥气传来, 如果不是他强行忍住, 早就已经见血三尺。 这仅是我的一份力道而已, 崇洋,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在我面前, 你连蝼蚁都算不上。 韩三千淡淡地说道, 这一番话更是让崇洋脸色惨白, 他一直都把韩三千当作, 是五级峰会刻意捧出来的人, 认为韩三千之前所赢得的比赛, 都是属于五级峰会的暗箱操作。 但是这一刻, 崇洋明白自己有多么愚蠢, 他用自己的狭隘, 去限制了韩三千的实力, 认为韩三千即便是有天赋, 也不可能在这种年纪获得强大身手。 他固执地认为五道意图需要时间来沉淀实力, 但是常人思维, 又怎么能够用在天赋异禀的人身上呢? 韩三千显然就是一个特例, 他的天才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范畴, 而他的变强诡计也不可与常人同理。 师父,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打了? 这时候, 骑虎来到擂台边, 一脸不解地对崇洋问道, 这时候的崇洋连呼吸都是小心谨慎的, 因为他必须要强行压住即将喷口而出的鲜血, 一旦有一点情绪波动, 他就有可能忍不住, 而骑虎的出现便让他情绪波动了起来。 噗, 一口血雾喷出, 看台上的所有人全部傻眼。 当血雾散去, 崇洋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韩三千竟然已经退到了边绳边缘, 他不仅力量惊人, 速度也同样惊为天人, 只见崇洋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苦笑, 随后整个人朝后扬倒, 这是因为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不仅仅是身体, 还有心理, 韩三千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远超乎他, 他知道自己坚持下去也没有用, 在心里松懈的瞬间, 身体也就不听使唤了。 碰, 当崇洋倒在擂台上, 看台上的那些人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不是崇洋没有环节。 同样的想法, 不仅仅是往往年幼, 几乎所有舞蹈馆的馆主, 都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都希望韩三千可以加入自己的舞蹈馆, 但是在看了这场比赛之后, 他们同样都明白, 以韩三千的强大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看上他们。 甚至已经有人在想, 或许韩三千, 已经可以代表燕京舞蹈界的巅峰。 除非是那些影视高手, 甚至是天启的人愿意出面, 否则的话, 恐怕没有人能够赢得了韩三千。 今年的五级峰会虽然才结束了出赛, 但是冠军人物已经出现了, 这是一件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呼, 我杨家的选择真是没有错, 真是值得庆幸啊。 杨斌一脸感叹地说道, 他现在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 如果非要和韩三千作对, 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这是无法预料的。 而现在, 杨家和韩三千交好, 这绝对是一件能够让其他家族羡慕的事情。 老祖, 依我看, 这个叫崇阳的人也没什么实力啊。 杨万林开口说道, 因为韩三千赢得实在是太简单了, 而崇阳却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 所以他会有一种错觉, 崇阳根本就不厉害, 或许就是被那些人给神化了而已。 杨斌瞪了杨万林一眼, 说道, 你懂个屁, 这个崇阳绝对是一位强者, 他在韩三千面前表现不出实力, 只能说明韩三千太强。 杨万林缩了缩脖子, 虽然他感受不出来, 但老祖既然这么认为, 那肯定就是真的。 老祖, 今年的五级峰会, 冠军岂不是韩三千拿定吗? 杨万林问道, 杨斌点了点头, 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整个燕京, 现在还能找到韩三千的对手吗? 那些舞蹈馆, 恐怕都在想着以什么借口退赛了。 毕竟在明知道不是韩三千对手的情况下, 还让自己的人上擂台受伤, 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就在这时, 寂静的会场, 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声音浪潮。 这是韩三千的那些粉丝终于回过神了, 由于比赛结束得太快, 导致他们连一点的反应时间都没有。 所以, 会场刚才才会陷入落真可闻的情况。 但现在, 他们清醒了, 疯狂粉丝的属性在这一刻暴露无疑。 这三个字, 充斥着五级峰会的会场, 几乎快要把会场顶棚给掀掉了。 南宫千秋听着这种激烈的欢呼, 脸色越发苍白。 他还指望着重阳能够赢了韩三千, 让韩三千重新跌落谷底, 可事实却是韩三千站到了最后, 而且还让全场都沸腾了起来。 韩家废物小少爷, 何德何能, 竟然能够让这么多人对他欢呼。 对南宫千秋来说, 如果这些欢呼声是因韩君而起, 他是可以接受的, 并且会以此为荣。 可是这些欢呼声因韩三千而起, 这对南宫千秋来说, 却是耻辱一般。 奶奶。 韩君咬牙切齿地, 扯了扯南宫千秋的衣角, 他心里非常不服。 韩三千凭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呼声, 他不过是一个没人要的废物而已。 在这一瞬间, 南宫千秋竟然对韩君有一丝厌恶, 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他知道, 他的态度已经开始动摇了。 因为韩三千所取得的成绩实在太过优秀, 已经是韩君根本就无法比拟的。 所以, 他脑子里不得不产生了一个想法, 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当年听那个老和尚的话, 真的是正确的吗? 韩君真的能够撑起韩家, 而不是韩三千。 可是,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韩三千只需要一句话, 就可以拯救韩家于水火之中, 但是韩君却是万万做不到的。 而且, 南宫千秋也明白一点, 想要让韩君扛起责任, 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 但韩三千却完全不需要, 他现在就能够做到。 奶奶, 你快帮帮我。 韩君见南宫千秋没有搭理自己, 继续说道, 南宫千秋深吸了一口气, 以最温柔的一面看向韩君。 柔声说道, 君儿别急, 爬得越高的人摔下来才会死得越惨。 韩君咬了咬后, 曹牙, 说道, 嗯, 他一定会死得很惨。 这时候, 韩三千已经走下了擂台, 但是看台上的欢呼声依旧, 一点都没有要消停下去的意思。 要是换作严冰峰, 肯定会非常享受这种情况, 但是对于韩三千来说, 他却完全感受不来。 在韩三千准备离开会场的时候, 现场所有舞蹈界人士都情不自禁地站起身, 就像是在恭送韩三千一般, 这样的情况, 以前从未发生, 估计以后也不会发生在第二个人身上, 这便是韩三千给燕京舞蹈界所带来的震撼力。 与此同时, 南宫柏林也起身了, 紧跟着韩三千的步伐, 离开了会场。 会场之外还有很多等着看热闹的人, 他们没有资格进入会场, 但是对于会场突然爆发出的欢呼声感到非常好奇, 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结果究竟怎么样。 在距离会场不远处的一片荒地, 韩三千停下了脚步, 而南宫柏林也走到了他的身后。 比赛还没有开始, 你似乎就改变了主意。 韩三千淡淡地说道, 南宫柏林看着韩三千的背影, 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他的确改变了主意, 因为在让重阳登台的时候, 他不想暴露自己, 所以才利用重阳试探。 可是当韩三千看向他的时候, 韩三千的眼神显然是认得他的。 在这种情况下, 南宫柏林是否暴露自己已经不重要了, 而重阳的价值自然也就体现不出来了。 你为什么会认得我? 南宫柏林不解地问道, 他的身份信息是很多情报机构都调查不出来的, 作为掌控南宫家族经济大权的人物, 他对自己的信息保护得非常好, 所以他现在很好奇, 韩三千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瞒过我, 比如说我爷爷还在地心这件事情。 韩三千淡淡道, 我的天想你要懂的情报 instruction又看到他的多些人是很少人, 史伦麒ег的 Castanford, 我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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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不得了,